好 来附加险的第二个单元 这个车体损失车体险 所以这个是谁的附加条款 是不是在那个车体下面的 全损理赔无折旧 一定要全损才不算折旧 部分损失就不讨论这件事情 来 好 这是一些比较实务上建议要加的 没有什么争议 但是会建议要加的 让大家看一下 这里不是因为争议的关系 来全损理赔无折旧 你加了以后就比较不会说 在那边算什么 新车是100% 投保保额是100% 12个月后有没有折到剩75% 对不对 好 他就不扣折旧 直接用保额去赔 OK吗 本来你看 来来来 我讲慢一点点 他的意思叫做 他的意思是说 你买了这个东西以后 本来你的条款是这样写的 被保险汽车 发生城堡范围之内的回准灭失 修理费用 达这里 扣除折旧 本来我们之前看到车底的条款 到这边 这叫做 这里 这里是不是原本的条款 到这边 他说这个这个约定 这个条款 变更成 第二条 这里 本来在里面 这样子 不算 改向第二条 可以吗 第二条我们来看 第二条叫做 发生不能修 修的费用超过 好 你要办报废礼赔 我保险公司 我直接赔保额给你 我不扣折旧 你也不用算致富了 本来叫做 扣除折旧数额三分之三 那还要去算你折旧是多少什么 没有 现在只要你的修理费用 达到保额扣折旧的四分之三 赔保额 所以在算四分之三的时候 要算折旧 就是一样从 本来100% 来折 97 然后折到最后变成75 对不对 从第一个月到12个月 你万一在中间 我们是不是有看到一个例子 假设在中间 假设是86好了 他算四分之三的时候 是用扣折旧后的去算四分之三 但是赔的时候赔 保额 可以吗 可以 好 来 确定可以 我们就往下 好 来 也不用负单制服 好 条款的适用 抵触的时候 就以这个附加的批注 就像我们医疗险 如果你有批注除外或加倍 他以批注为准 好 这是全准美质 这通常建议客户 你们帮客户规划要加在车体险下面 因为保费都是一点点钱而已 有时候才一两百块而已 许可使用免追偿 我们之前就来讲 加以秉试 你如果 好 加缴保费 它是附加在车体损失险下面的 好 许可使用免追偿的 你加缴保费买了这个车体损失选 许可使用免追偿 好 本公司就被保险机在保险间 统一因为 店名被保险人许可他人使用管理汽车 起附后不再向使用人追偿 因为我们本来的车体险的被保险人 是不是要保险公司同意才可以 车体险的被保险人 来 如果你们旁边有讲义 你们可以再去翻一下 车体险 不管假事 已是秉试的被保险人 后面都会有一个追偿的约定 那你可以加这个 免得那个男朋友借个女朋友开 开完以后赔完撞车了 赔完保险公司赔完以后 又去跟那个女朋友追偿 他这宝贝也不会贵 都是几百元而已 但是好 如果有时候你们会看到 那个车厂的业务在帮买新车 车厂的业务帮客户做保险 经常就会有那种 就是 一些小东西没有加到 小东西没有加到 OK 来 再看一个 对不起 来 好 来 在修理厂 停车厂 委托 这些人不受保护 还是可以追偿 有没有 他的免追偿不包含这些人 你同意 你有没有可能同意 代科趴 再帮你拿去趴 他不受保护 所以免追偿 他没有保护 这是代科趴车 经销商 因为这里 因为这些东西 本来就有他各该的责任保险 在处理 本来就有他们的责任保险在处理 所以这里不会不会保护到他 好 然后来 等一下 来 来 再来是底处的话 依照这条款 好 再讲一个也是实务上是重要的 第三人责任险 刑事利息费用补偿 附加条款 所以他附加在谁下面 第三人责任险 来 你们有听过这四个字吗 以刑逼名 拿刑事去逼名是和解 拿刑事责任去逼名是 经常在发生交通事故 如果一方有受伤 一方没有受伤的时候 受伤那一方都会去告 那个没受伤 去告刑事过失伤害 过失伤害 所以这个条款呢 也都是几百元 你买了第三人责任险 万一出事的时候 你如果有加缴 买这个第三人责任险 刑事诉讼费用 如果人家来告你 你涉及过 现在没有业务过失 以前有 现在没有过失伤害 过失重伤 过失自然于此 刑事责任 被起诉的律师费用 保险公司 看你保额买五万十万 他会帮你额度内十字十付 这个律师费用就很重要了 他有几个用途 当然你被告的时候 可以请律师以外 有时候在跟保险公司坦和解 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不过你们先不用 讲到因为你们现在刚开始卖 不见得会这么快有事故了 然后遇到再说 好 来不保不保事项 如果你发生这个车祸了 除了过失伤害 过失重伤害 过失自然于此以外 你同时赵逃遗弃 或者其他刑事人 他也不会赔 所以你不是加了刑事律师费用 刑事诉讼律师费用 他就一定会赔 他只有赔过失伤害 过失重伤害过失自然于此 这种状况你请律师才可以 你赵逃也 你不能因为有保险可以请律师 我就赵逃就跟他乱来 不行 没有 来 这个前面被保险人 如果你人家因为人家告你 人家可能爱怎么告就怎么告 他给你告一大堆 就万一判决确定后 没有其他刑事责任 只有过失伤害而已 没有什么仪器 没有兆讨 没有没有都没这个 办公室还是会帮你处理 是非 看你买的额度内 看你买多少额度就赔多少 赔多少 如果很多人一起 一样大家一起请得取的 你有可能列明一堆被保险的 残险会有很多被保险 他一样就赔一份而已 理赔的时候要有刑事 起律师收据 律师费用收据的正本 确定判决 这也是几百块 如果你们有机会再卖 我都会建议你们帮客户加着 不然 人家要告你刑事 你到底要不要去请律师 一审六万八万十万十二万 看你的律师好坏 那你因为请不起律师 然后就被告了很多钱 OK 好 如果人家告你民事 买这个会不会赔 告民事会不会赔 告中事台事华事 没有啦 民事诉讼就不会赔 因为他是不是刑事诉讼 是不是刑事诉讼 好 来另外一家 律师费用 有写刑事诉讼吗 来第三人责任险 加缴保费 投保 汽车保险 律师费用补偿保险 赔什么呢 第三人有体伤死亡 财损涉及过失障碍 刑事责任 民事诉讼 强制执行 因为有时候被告刑事的时候 同时人家会刑事附带民事 刑复名 这都是你们卖车减的实物 刑复名刑事附带民事他不用缴裁判费 不用找裁判费 那刚刚你买那个 如果律师他说 那律师费全部算在一起 有刑事有民事 你刚那个条款是不是只赔刑事 民事就不赔 那又卡在那边 那这个是刑事民事强制执行都赔 刑事追溯 民事赔偿 保险公司也可以提供合格的 那个律师名册 你当然也可以自己去请 ok 那在约定的保险金额 你买10万15万20万 在额度内他帮你出这些费用 每家不一样有没有 每家都不太一样 不保释项同时照逃行事不赔 诉讼的裁判费跟归费不赔 这个是诉讼上 会有额外的裁判费跟归费 他不在成保范围内 只赔律师费而已 只赔律师费而已 那你上一个条款你就会发现 他里面不保释项 他没有写到赔什么不赔什么 对不对 其实是律师费用 他只有写刑事律师费 当然就不包括其他的 好 来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不赔的 好 最高赔偿金额 民事开庭 刑事起算等等 这个 然后保管公司做了一个声明事项 我会赔律师费 但是我不 我就算提供你名册 我不保证你用我的律师告一定会赢 不保证你用我的律师告一定会赢 不保证你用我的律师告一定会赢 好 那一样要理赔申请书 民事行事的起诉书被人家告 好 诉讼文件法律文件 尾认状的银本 费用律师费用收据正本 正本收据相关支出 好 条款 OK 好 那这个也是一个不是很昂贵的附加条款 好 那我都建议大家在规划的时候 可以帮客户放着 好 OK 好 来 然后接着我们要讲 来 第三个部分 因为每个单元都分成大概十几二十分钟